她叫秋婷, 是香港人 丈夫鄭先生是台灣人 我們是透過網路平台在網路上認識 後來她再來台灣旅遊 千里姻緣一線軒 經過三年異地戀情 19年, 他們在台灣登記結婚 婚後定居台中 開始甜蜜的婚姻生活 我真是恭喜你 跟我一樣終於嫁得出了 最重要的是你和我 都一定要幸福, 幸福 吸引鄭先生的 就是太太甜美的笑容 睡後沒多久, 就有了寶寶 愛情結晶品的來臨 令鄭先生既興奮又緊張 誰知道上一秒天堂 下一秒是地獄 對於跟太太相處的每一秒時光 她的一憑一笑, 鄭先生都無限留戀 我見到她, 我就覺得… 就覺得她就是我喜歡的那個類型 然後我就算一見鍾情吧 笑起來就很燦爛這樣子 頭髮長長的, 眼睛大大的 就讓你覺得很有親切感 她其實是很體貼, 善解人意 有時候她…我講的事情 她也都蠻能夠理解我 相遇、相處 然後一直到後面結婚 這段時間 然後到生小孩前的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幾乎是沒有… 沒有什麼…生活上沒有什麼真實 認定對方之後, 除了太太會飛台灣 鄭先生也會經常來香港 每年生日一定會陪伴身邊 為對方慶祝 拍拖三年, 為了求婚 鄭先生和香港朋友 製造了一個充滿愛的驚喜 其實我們一開始都有計劃好 我們有選在中環的摩天輪那裡 因為那個摩天輪是我們… 我第一次去香港 她有帶我去經過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地方 滿特別、滿漂亮的這樣 然後也滿浪漫的 她都完全不知道 對,然後… 後來她在做完摩天輪 就是繞了一圈之後下來 就看到她的朋友 就是站好一排一排 然後再迎接她 然後我就拿出戒指向她求婚 我願意用一生去呵護她 Alan是鄭先生的朋友 當日求婚都在場 當鄭先生要求你幫忙 她的求婚驚喜的時候 你當時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她是… 也挺有心思 而且是真的認真做一件事 因為她是專程… 一個台灣人專程來到香港求婚 也很感動 鄭先生拿著其他自彈自唱 然後在摩天輪之下 一眾朋友就幫她舉牌 我是舉個我字的 連同其他朋友一起舉牌 整個字就是 你願意嫁給我媽媽 整件事是很有安排的 當白小姐她說yes的時候 我們和旁觀的人都拍了手掌 一、二、三 我吃了 我吃了… 之後鄭先生訂了錄音室 準備好樂隊,自彈自槍 將I Do,你首歌重新錄音 再加上由台灣到香港籌備的 求婚情況以及求婚過程 用了半年剪輯成MV送給太太 我願這一生來著你不變 這個影片就是… 也是我最美好的回憶 她也很感動 因為她也是哭得嘻哩嘩嘩嘩嘩 求婚之後一年 太太就嫁去台灣,定居台中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很棒 很聰明、很勇敢的一個女孩子 因為為了我 她放棄香港那邊的職業 然後朋友、家人來台灣跟我結婚 我相信這個是… 真的愛我才會有這種… 就是這種打算、這種想法 兩小孝子攜手走盡人生另一階段 太太也展開新生活 雖然當時經濟情況也很好 但是…每天生活在一起 我就覺得生活很美滿 每天能見到她 每天能跟她講講話 其實那個時候應該是… 我覺得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候 就是很…很單純、很簡單 對,但是就是很幸福 結婚兩年,太太懷孕 不算意外 因為有心理、有準備 她聽完醫生跟她說她懷孕了以後 她沒有馬上打給我 然後只是她在… 我們回家的時候 她睡前才跟我說她… 就是有去檢查 你就是跟我說我要討爸爸這樣 然後我心裡是… 就是那個興奮的那個感覺是… 就是很強烈 就是很…很開心這樣子 看她的表情也是… 也是覺得可能又興奮、又期待、又緊張 當時她們選擇了一間位於台中 頗為有名氣和規模的婦產科診所 那裡會提供產檢 生嬰兒和坐月一條龍服務 產前檢查太太的狀況一切正常 嬰兒原定21年9月尾出生 到最後兩次產檢的時候 醫生有跟我們說 就是…就是我的鼻鼻在肚子裡面 他的…就是肩膀比較寬 然後要叫我們提前預產期 10天去做催生 其實甚麼為肩過大呢 肩過大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情況 產科醫生最怕遇到的問題 就是叫肩膊難產 甚麼叫肩膊難產呢 就是當你順產的時候 嬰兒的頭可以出現 但肩膊太闊 就卡住在媽媽的盆骨 令嬰兒不能順利出生 甚麼人會多一點呢 第一, 嬰兒通常這個肩膀胃大 第二, 如果媽媽本身 懷孕期間有一個懷孕血糖高的情況 正常情況就可以建議 媽媽選擇否復產 不過當時台中的醫生 建議提早10天催生 9月17, 下午2點 所以我跟我太太去複產哥做催生 到隔天的9月18日的晚上 大概8點半左右才進懲房 大概長達30個小時的催生 所以時間很長 我又陪我太太一起進去懲房 沒有在那邊痛很久 大概12分鐘我的小孩就生出來了 催生的時間有三十多小時 算不算很長 如果正常來說 用催產的藥水 通常都很少去到三十多小時 如果用催產藥水 十二個小時內 我們都希望肱頸可以去到三公分 去到十公分就叫做可以生得 大概這個時間 通常都不會超過24小時 可能去到某一個時間 如果肱頸都未開 可能就考慮一下 都會很困難的 那不如轉做法覆產吧 其實最終催生3.1公斤 算不算是堅果膽嗎 如果3.1公斤 會有肩膊難產出現的情況 都真的挺罕見 在產房一家三口 慶高采烈拍了合照 當時鄭先生也想不到 李章是唯一的全家福 我是感覺一切都還滿順利的 那也沒有什麼狀況 就是感覺都在預期之內 那我太太當時 感覺就是生產的時候 感覺因為要用力嘛 就是比較累 然後… 可是我感覺她的那個笑容 是讓我覺得她很開心 那太太看到Baby那一刻 有沒有說什麼 很像你這樣子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 我覺得很像就是我老婆這樣子 然後她自己也覺得 她覺得很像她 她那時候做產檢 做超音波的時候 她就覺得女兒比較像她 我說好 那就好 看到我的孩子之後 那醫生就請我住產房 就她要等待後續 她那個我太太要瘋狂合 對 所以我就先出去外面等 大概等了40分鐘 然後我太太太推出產房 我有…大概問一下醫生說 那我太太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她說就是她有… 我太太有這個… 子宮收縮不良的情形 又給她兩片藥 太太之後由產房被推入病房 就叫我在恢復世界 我太太按我子宮 然後醫生跟護理人員就離開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 子宮收縮不良的情形 會造成什麼後果 因為醫生也沒有說 然後按一按 大概按了20分鐘左右 我太太就感覺她下體 流出很多疫情這樣子 初時太太還以為是產後的惡勞 她就叫我幫她查看一下 然後我就把被子掀開 然後就… 整個床單都是血 然後那個… 下體還一直不斷冒血出來 很多的就像水龍頭這樣子 然後我就當下就緊張了 就趕快去叫這個護理人員 來…來查看 然後醫師就…就來了 然後看完 他就…就看到醫師 就準備… 就在旁邊打電話 然後他就跟我說 要轉去比較大的醫院 醫生就… 持續地一直打電話 後來就叫救護車 也沒有什麼止血 書血都沒有 就是… 只是拿個紗布在… 查那個陰道口流出來的血 太太產後大量出血 情況有多危急 可惜急救之後變成植物人 最終不幸離世 台灣丈夫一直為來自香港的太太 爭取公義 本來幸福的一家三口 現在只剩下兩婦女相依為命 留意明晚凍漲細亡